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这一笔讲吗 美岛电视报在做滚动民调 可是这个变化太大了 所以这两天 两天的时间做了1071份 我们曾经讲 1068份就是一个民调的基本数字 做到1068份你的误差 政府误差就3% 可是你们做到了1071 做了1071以后 这个数字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变化 好不好看 现在赖金德很奇怪 他的孩子持续向下 现在赖金德31.8 侯友宜29.6 可是跟他讲 有人就讲 柯文哲你妈 你越骂他越高 我也无所谓 你高也跟我没关系 但是他就真的高了 到了27.1 现在三个人开始要卷麻花了 对 31.8 29.6跟27.1 全部是属于所谓的误差值范围类 换言之讲三个人平手 第一个我跟大家报告 最怪异的是 27.1的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这个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他的年轻票 跟高知识的票 突然间增加 又回来了 第一个 不是又回来了 我先讲完 第二点 在我们在问答的时候 我们会问他的政党属性 现在自动表态是民众党人的 倍速成长 倍速成长 所以说民众党的这个被访问的被调查人员 都主动表态 所以表态率提高 那表示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他的白莲教真的有用啊 动起来了 白莲教这表态变成搞成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越骂他 白莲教越团结啊 搞的就是 害到谁呢 他不一样就是 害到谁 害到赖清德 赖清德是干什么 赖清德是年轻票 你自己看一下 年轻票 刚才讲这就是你们的交换分析 刚才讲的男女比例 当然讲的就在台北市 柯文哲本来在台北市是最弱的 他在台北市突然的暴增 还有在年轻选票 本来他的年轻选票 后来是吧 跟赖清德是一样的 他的年轻选票 20到29 30到39 40到49 突然暴增 对啊 25比43 22比41 两倍啊 怎么可能赢过赖清德两倍啊 这不可思议的数字跑出来了嘛 所以那表示什么 表示赖清德 我们有去做政器部的分析 就赖清德的年轻票 跟所谓的中间选民票 居然跟柯文哲两个有互通 互通 互通了 所以柯文哲的角色 确实可以把赖清德的 年轻制度拉下来 所以变成 所以年轻人是在赖清德 跟柯文之间跑来跑去的 跑来跑去 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更荒谬在哪里 这两天刚刚好是赖清德 公布他的副总统的人选 跑去参 然后把那个 萧美琴放进来 两个一起去登记 可是不对啊 萧美琴大家不是觉得 他是众望所归吗 是啊 结果民调被他掉下来了 众望所归民调下滑 滑到心低耶 再滑就都破30了 开什么玩笑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蓝白河这个议题 柯文哲不断地炒作 不断地吵架 他不断地演悲情牌 说哎呀国民党阿爸 什么还有什么 哆啦一梦里面的故事 叫什么东西啊 胖虎啊 大雄胖虎 大雄胖虎 扯了一大堆 就突然间 赖清德跟萧美琴的新闻不见了 没有版面了 这么笑话出来 你看到我们的2024大雄支持度 你看到这个四咖都的名叫 对 赖清德胜多少 30 30.4啦 吓死啦 你看到没有 柯文哲胜多少 22.9 侯友宜多少 7.2 侯友宜是不是跟赖清德 两个都误差范围内了 一个27 一个30 对啊 你看到没有 再看这个三 这个都比较不利 2024是绝不想投给谁的 赖清德怎么突然飙高了 赖清德变33.5飙高 绝不想投给他 那不是这个 所以是负面的选票嘛 所以这个 这两 这个新闻的反应 充分反映出来一个新的现实了 你知道吗 什么新现实 然后你再看看 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四年发展谁比较好 对 这比较好的 原来一路都是赖清德领先 民进党继续做 现在剩28.6 对 国民党是26.6啦 国民党跟民进党 居然一样的位置出现了 好 最后一个 那你们特别 在这边做了一个题目 如果今天蓝白不合 刚刚讲 现在大家做的动作 都是增加未来的 相骂本 修美本 修美本里面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真的分 真的蓝白不合 认为民众党责任比较大的 占26% 认为国民党责任比较大的 17% 两党责任一样大的 20% 所以说 可是民众党 虽然有26%的人 认为说他应该要 背负的蓝白和失败的历史责任 但是并没有压倒性的失败 所以表示这个原因在哪里 可是国民党 压缺了17.3 两党责任一样大于20% 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为什么侯友宇一定要开这个记者会 侯友宇这个记者会不开的话 我告诉你更惨 责任丢不出去 所以都是你国民党背嘛 因为国民党一路委屈不得求全 然后搞一个6% 扭你啦 啪啦 让你6%啦 搞了半天他是个像一个乞丐一样 被人家让分的人 比赛被让分 还被人家糟蹋 然后这个柯文哲 赢输轿 赢位 明明是他输 他找每天大辣辣的吹牛逼 颠倒台湾的是非 颠倒台湾的黑白 结果民众还是清醒的 认为民众党该负责的 还是26% 我告诉你这26% 就是让你不能当选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到最后这26% 就会变成了侯友宜 或是国民党的铁票嘛 因为这个是你负责嘛 他虽然17.3 可是他还比较多一点 好 喂 你怎么看到 今天刚刚讲的 城门死火殃及此月 现在两边蓝白炒得一塌糊涂 炒得一塌糊涂以后 两个人都上 赖清德往下掉 华杰哥 清楚跟大家报告 如果有这个民调来看的话 赖清德怎么可能会赢 侯友宜29.6 然后柯文哲27.1 任何一个人5%过来 就超车啦 5%我就拚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个民调呢 对赖清德非常不利 四个字再讲一次 非常不利 但刚刚董事长他是专家的 来行的跟你说 那是现在啊 因为现在还搞不清楚 侯友宜跟柯文哲到底要不要搭成一组嘛 可是下礼拜就知道啦 礼拜五就知道了 所以未来 不管是四卡都 三卡都 或者是一对一 他的选举到最后的时候 民进党的那一个 40%左右支持度 他会回去的 是其一 其二 老实哥你要知道哦 因为现在正在侯柯要不要 因为我相信每一条电子报就是做真的啦 我们就看到他现在是这样嘛 那他会有效的压缩 赖清德过去两个月 他的新闻露出 虽然民调往下滑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问题是 接下来他就会回到大选的主族 还有辩论会 可是宝洁哥 今天是礼拜三 明天后天就最后两天了 如果以这个状况看起来的话 你刚刚讲 侯伴跟柯伴里面的主战派 是不是不需要他们合 那他一看中不要合啦 我都已经30%了 我干嘛要合 对不对 反而侯伴跟柯伴 主战派看完这个民调之后 他反正说 我们都有机会操车 赖清德的状况之下说 我干嘛要跟他合作 所以这民调反而可能造成了 侯伴跟柯伴里面 不需要他们合的人 讲说你看 既然我们都已经冲到快30%了 所以我们就一路选到底 所以最后的这两天非常关键 那侯跟柯伴竟还是主帅 他们两个还是要说了算 不能被他们身边的幕僚影响这么多 否则这个局是成不了的 走 那讲三军未发 两草先行 打仗什么 打仗是打钱的 这样的人很多人觉得 你柯伴德如果你身事这么好 你民调这么高 你干嘛担心这些事情 可是你说关键在说 如果没有钱的话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没错 我们事实上 为什么柯伴德来说话 要去找郭台铭 然后要去找国民党 因为说真的 我觉得他目前为止 陷入一个天人交战 天人交战 什么天人交战呢 我阿母说我有总统命 但是呢 拐杯喔 拐杯跟我总统命 但是我看我口袋 没钱那怎么办 所以他陷入一个非常两难的局面 就在这个地方 好那为什么他没有钱 我们先看最近的 最近来说的话 民众党在去年 去年所申报了一个 他们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来说 大家可能看到说 库存现金是底 真的是没有钱吗 其实也没有 你可以看到他银行存款 还有一千多万 然后政治现金的这个存户 大概有一千多 四千多万 虽然目前为止来说 以去年申报的话 还有约莫账上 还有五千多万 可以动用的这个资金 那些五千多万 但是为什么来说话 很有意思呢 我们列出几年 从这个2019年到2020 2021跟2024年的这个时间 你可以看到 他的政治专户里面来说 我们看这一栏的这个项目里面来说 你看 原本从四千万 然后掉到这个 一千八百万 然后又开始增加到 三千两百万 再增加到四千一 所以就是什么 他真的要选举的时候 真的资金会进来 有钱啊 有钱啊 就是政党的这个资金 这个政治现金就多了很多 所以你知道他真的是有钱 有钱所以这是去年底 所以到今年的话应该钱更多 可是问题是 对民进党 对这个所谓柯文哲来说 他为什么没有钱 我们就给大家讲 他曾经选过两次局 一个是2014年 一个是2018年 那2014年的时候 当时呢 这是他申报的哦 他申报的时候 他当时一共花了一亿多 一亿四千万 那柯文哲就说 他当时还这个透支 那投资的时候 为什么那时候会 那他还是说过什么 他说没想到到最后两个月 他烧了八千万 两个月烧八千万 他烧了八千万 他还说什么 他说不完全做广告 没想到做一支广告 就花了好几千万 所以就说 如果他真的要选的话 广告一支就要几千万 你说而且从现在开始 对 才真的要开始花钱 对才开始烧钱 所以他有没有这么多钱 2014年当时的时候 民进党是在他身边 所以民进党可以帮他募款 或许他OK 然后2018年的时候 他花钱比较少 可是问题是 他当时是现任台北市市长 他有台北市长的资源 在这个地方帮他 可是问题是他现在 他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资源 国民党民众 国民党跟民进党 两边一定是夹杀他 让他政党的这个 他只能够透过一些 小额的捐款 或是某些部分 对他有热情的 这个企业家会捐钱给他 所以他现在为止来说 我觉得他打到目前为止来说 的确可能真的没有钱了 没有钱的时候 他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才说 他又回到他原始那个 他现在很想选 我有总统命 但是我现在没有钱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局面 那很多人讲说 他签了约 签了约以后 你就知道我没有钱 我那个等一下带梦记 然后我就开始 我去妥协 我愿意去副总统 回去以后 开始一个人哭 一家哭 全部都在哭 你本来大家都误会说 那是他们在什么 在柯门女将那边闹事 你说没有 关键还在柯文哲 因为他自己在家没听 他自己很想选 所以你说今天怎么 怪到他妈妈 怪到他老婆 怪到他妹妹 怪到黄珊珊 跪到这个所谓的 战狼小姐姐 都不是 是柯文哲自己要这样的 他自己还是面临到 这样一个选择 尤其是我就讲 他妈妈跟他说 你有总统命 你会酸得掉的时候 他当然很想再赌这一把 所以我觉得他目前 还是继续在玩 玩到最后一刻 真的没办法玩的时候 或许他只能够 想办法去妥协 否则 他觉得他能够选得上 尤其你看到最近 他的民调来说 他民调往上走 他当然认为说 我有机会一搏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环境之下 他有可能会玩到 最后一个时间点 真的像市中讲 现在柯文哲陷入 天人交战 我没钱选不下去 那我想妥协 妥协了以后 我就觉得我是中文 不赌 对我来讲 交代不过去 理想很丰满 但是现实很骨感 现在就是 口袋里没钱 而且你不要说 口袋里没钱 这件事情 是我们自己在乱讲 今天在黄珊珊的 记者会上 有记者直接问他说 有人说你们三天 连续三天 白天一无反顾 晚上夜会首富 是不是去党狼的 你说什么 白天一无是反顾 晚上夜会首富 记者不是用党狼 这两个字 但意思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有资金上的问题 就后来黄珊珊说 大家不要在别人身上 贴标签 整合在野力量 是每个希望 政党轮替的人的责任 再有这样的谣言 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们的敌人 是赖清德 这样的纷扰已经让赖清德 躺在家里 他非常的开心 希望是整合在野党力量 一致对外 让赖清德不会当选 那他有没有回复记者 资金短缺的问题 没有 没有 闪了 闪了 直接跟我说 你问我这问题 那你其实就贴标签了 贴我标签 你贴我标签的目的 其实你就是在帮赖清德助选 到底谁在帮赖清德呢 对啊 像董事长都说 你才是小姻女孩 你是不是唱这 什么绿中带白 白中带绿 你搞不好才是真正的希望破绝 现在不知道 但是可以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包括侯友宜 包括柯文哲 他们两个人所面临的处境是 他们个人的意识 意志 没有办法决定 整个人 他们所有的东西 是太多的压力掐着他们 他们现在其实柯文哲 面临到一个这样子 我到底是要选择 独善其身 我就并到了国民党 变成是侯科配 还是我要选择 为了所谓的党的前途发展 卖身 什么叫卖身 今天如果 我觉得他是渣男 他感情也要 自由也要 钱也要 他什么都要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要 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家可能少了一面镜子 你凭什么什么都要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你不可能 又要钱 有时候就要做选择 现在其实是这样 他有时候认清自己 在四个人的小房间里面 他认清自己 其实我是要妥协的 我只能这样 我只能这样 我只能求我自己好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看在那一些 他的幕僚眼中 是个怯懦 胆怯 没咳嗽的一个选择 所以他出来之后 就被人家 然后马上又开始 现在马上又开始 觉得就是说 直告现代 我现在要出征 我还是要出征 要占到底 但是问题是在于 你现在每天 张开来这些眼睛 你每天 就是要花这么多钱 所以哦 现在人家也会在质疑啊 像林涛今天讲得很好啊 林涛的意思是说 你一直叫人家 叫人去死 爱人去死 叫人去生死 你一直叫柯P自己去选 自己去一直选 问题是如果柯P没选上 你还是民众党的不分区 那柯P是什么 柯P是光棍党主席耶 而且他是不是党主席 搞不好你说政变就政变 柯P马上被你干掉 他用三国赤壁的典故 去说服他 因为当时生权要不要和 要不要投降 他其实也是丢毒 不知道该怎么办 鲁树就跟他讲 这些求和的人 最后等于说 等于说曹操打来了 他们还可以当曹操的大臣 大将军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了 同样的 今天如果真的站下去 他们还是不分区 你什么都没啊 对啊 所以现在情况来 其实在柯文哲前面 就天平了两端 一端是我柯文哲独善其声 我自己也还有一个党主 那个叫什么副总统可以做 那另外一边 但是我的那一些 仲家姐妹们 可能就是要分崩离析 可能只能带几个赞兰小姐姐 到我副总统办公室 阿吉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 你演戏的不演的 人家台教导没有要让你下台 没有要让你停下来 所以这些人就逼着你 就变成是你变成 没有办法做自己 今天连圣文都说了一句话 奉劝柯文哲身边那些幕僚 不要自私 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